至于高雄市长陈其迈 他今天也邀请到了五位高雄的在地选手进行深度会谈 包含了桌球教父庄志渊以大哥姿态 针对运动选手所需要的资源提出建言 获得了市长支持 而世界球后戴姿影则是难得提起他的奥运奖牌 笑说原本不太想面对 但后来仔细一看其实也蛮美的 更表示接下来一连串的比赛 由于时间很接近 会有所取舍 但当然都会全力以赴 市长陈其迈正在中央负责掌进 五名国首围绕四周共同合影留念 市长手很稳 将手臂当成紫拍杆 市长拍照快横准 还获得涉及好手五甲影赞赏 我国选手在东京奥运夺下家机 如今回到家乡和市长进行深度会谈 身为高雄在地小孩的世界球后戴姿影 经过一阵子的心情沉淀 首度提起在奥运中夺得的银牌 表示回到家为了和阿嬷分享才拿出来观赏 发现其实蛮美的 奶奶一起分享看她的时候 我才很仔细的去观察她一下 她其实蛮美的 小大爷坦言梦前生活惬意还未恢复训练 至于未来规划 由于接下来的赛事时间相近 加上还有年底的市井赛 因此会做出取舍继续努力夺得佳击 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持啊 包括我们后续的比赛 市长都有给具体的那种帮助跟方法 另外桌球教父庄志渊 则针对所有选手所需资源提出建言 获得身为雄中学长的陈其迈支持 芒果现在可能快没有了啦 或者是想要吃了就明年再来了 他的目标也是十月的全运会 至于举重选手高转红 仍旧新系自家芒果 不忘继续推销一番 嘉念心则相当羞难 表示会将精力放到十月登场的全运会上 特别针对说他们未来的生涯的规划 还有即将到来的运动的比赛 那我们高雄市也会提供最好的 必要一切的协助 陈其迈和选手们深度讨论 未来将会有更完善的协助 也期待这群高雄之光 能够再度为国争光 借田团文艺与高雄策不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